现在到底能核定像TDR它是属于这个证券 台湾存托凭证TDR自1998年首次发行以来就产生诸多争议 其中最受瞩目的议题在于TDR是否属证交法所核定的有价证券 101年的时候就定定了这个162条之二的规定的话 它变成是说规范这个TDR的这个部分 那在101年修法之前的话基本上并没有这个规范 针对TDR的认定最早根据1987年900号公告 但当时台湾根本没有TDR 而接下来多次修法也难认作TDR属有价证券的依据 直到2012年增定证交法第165条之二 才第一次将TDR纳入法律 一直以来TDR都没有经过核定 而是采扩张解释的方式来判决 实则背离了法治国家的基本准则 过去用韩式在处理或者用法规命令在处理 没有经过正式核定把TDR当作有价证券 没有经过这个程序的这样的过去的法院见解 用旧的韩式或旧的法规命令去处理 它产生了违反法律保留跟罪行法定原则 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错误 在我们来看是法律问题 可是对人民来讲的话 它可能涉及到的就是说 它就要涉及到十多年的有期徒刑或者是无罪 那到底它可能会产生什么结果 完全靠运气 新发应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针对TDR核线性的部分 目前看来还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 东森新闻张中华小警员在台北采访报的